8月1日至2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四人切阿雪山博物馆举行了藏庄派对 派对分为展览、创意市集、音乐、游戏互动、现场创作五个部分 在藏式院落中,游人在各式各样及具民族特色的摊位上走走天天 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各类文创品让人眼前一亮 此外还有专门展示克朗球和国王与大臣这类传统壮主游戏的摊位 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兴趣 这次活动是因为在朋友圈里面看见朋友在发 然后就对这个东西平安兴趣的,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我过来之后呢,确实是这边的那种气氛特别的好 然后它有就是很浓厚的这种传统化的气息 然后结合这种现代的设计感 这次也让我们作为外地的来西藏的人 发现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上述传统化 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和一些感受 有一个名叫慈善商店的摊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据工作人员介绍 摊位所挂出的由西藏本土艺术家手绘的帆布包将会被拍卖 所筹资金将全都捐给卡达嘎布茅然团队 在拍卖会现场,参与者积极性很高,价格也越喊越高 单比最高成交额为600元人民币,共筹得6000多元人民币 我们这次的慈善活动主要是民间收集的一些小物件 我们这次的收入会全额捐给西藏卡达嘎布茅然团队 这段音乐是由卡达嘎布茅然团队演奏的传统藏队音乐 朗马堆协 该乐队是西藏第一个茅然乐队 这支用心灵演奏的音乐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观看 享受听觉盛宴的同时 在另一边还有雪怪主题绘画展和后现代西藏摄影展组成的视觉盛宴 艺术家们用画笔或镜头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作品 大胆的用色和夸张的角度 极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现代西藏年轻人对西藏全新的构度 我们做这个活动的话主要也是想要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式 给更多人展现到一个新的西藏 然后不管是从艺术展览也好 还有这个创意诗集和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用一些新的方式去 在表达自己对于藏文化的理解 据主办方介绍 此活动既能为西藏本土艺术家提供一个展览的机会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同时也为西藏年轻创业者们搭建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